其实就是这一个地方来的 我整个retina没有问题 我问题是在这里 这条线是去大脑 今年5月 抽证中的左眼因罕见原因 近乎丧失势力 他是位软体研发工程师 突如其来的无偿 让他难以接受 他本身静体的问题 压着那个神经线 到目前为止 在西医方面是不可能 清除目前 所以现在目前是保着我的诱言 我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更 自己接受不了 然后自己也 不知道向谁去送 当时身为慈悸志工的妻子 罗美华正在印度复权 所幸身边有法庆关怀 才让他及时转念 有次电话 你怎样啊 然后他有什么心理状况不好啊 他会跟我说 然后我就跟他开解 他就说你一定要定 如果你不定的话 你自己转不过来的 然后我就想 你必须要转念 然后现在想想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做呢 我要去受证 多年前 妻子罗美华接引他加入慈悸 但因工作长期在国外 无法全身心地投入 直到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期间 才有时间参与 接引了八年啊 不容易 我是在背后那个 一直在推他 让他不要懈怠 因为我觉得 做实际室 我们要把握 不要懈怠 MCO的时候 说实话 我也很感谢这个MCO 因为给我在这个时间段 看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做K1K CBI的时候 也看到很多东西 我们每次做实际人 就是说 的福报要顿 可能也是因为我顿不够 我在当下是他的口头禅 在此之前 他已准备好去台湾花莲受证 虽然无常来临 但想回到心灵故乡的心 仍然坚定 之前我不会 就是把受证放成第一位 之前因为想太多了吧 那反正现在我 目前还可以有一个眼睛 可以去见到上人 可以去受证的话 那我就去吧 要活在当下 不能去等待 希望师兄有更多法 因为在实际 我们要杯子双运 我跟师兄讲 其实你的精进 也是我的鼓舞 因为我们可以互相来扶持 夫妻间不需要过多的甜言蜜语 只有踏实地相互扶持 出证中克服障碍 跟上妻子的脚步 一起在此记录上行菩萨道 麦戴林延军雪兰娜报导 我们下期见到这些证据的计则的颜色 要证明